欢迎大家来到网络老师的雅思口语课 那我们今天来讲第二节课 我们今天进入开始描述一个人 那首先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 上次呢我们讲了part one 主要是interview个人情况的一个介绍 那我们它的一个特点是什么 是问题会很具体 家乡工作学习爱好意识住行 各个方面都会问到 那今天我们进入part two part two叫individual long run 也就是所谓的卡片描述 那我们主要一定要注意 我们考官给我们抽一个卡片之后 会给你一分钟时间来准备 那么准备之后呢要陈述话题两分钟 我们这个两分钟 我们两分钟呢一定要尽可能的去给他说满 因为我们把两分钟说满呢 一定不要让考官说 哎我这个考生突然停下来了 没话说了 那尽量要让考官去制止你继续来说 考官觉得哎两分钟到了 可以不说了停 那时间方面一定要把握好 两分钟一定要说的满满的 宁肯多也不要少 那我们卡片所谓的卡片 它都会有一些主题的 那我们这个话题一共是有 主要会有五种话题 人物 地点 休闲爱好 经历 以及物品 那这五种话题呢 我们今天从人物这个方面来入手 那么今后的课呢 我们会讲其他四个 那今天我们做人物卡片的描述 以及呢有关于这个话题的 part three discussion的一些训练 那首先我们再看part three discussion 它主要呢是围绕part two的话题展开的 那它的特点是话题很灵活 难易呢会根据part two调整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part three的难易会根据part two调整 也就是说考考官会看你part two表现的怎么样 如果他觉得你说的很游刃有余的话 他会提高part three的这个难度 来给你一个机会 来去争取获得更多的分数 如果说呢考官觉得你part two准备的 说的这个话题比较一般 或者说不太不太好 那他呢会在part three的时候来降低这个难度 同样的也是给你一个把分数稍微提高 来去修改一下你之前这个表现的一个机会 那同样的呢 他也不会问很难的问题 也就是说难易根据part two来调整 那首先我们看这个考生 我们以我们以这个考生为例 这个考生他呢在part one遇到了以下几个问题 What's your name? Are you working or studying? Or studying? What's your major? Do you like your major? What's your ideal job? 我们可以看到 What's your name? 这里 Working or studying这里 我们知道雅思口语考官最喜欢问的两个问题 在part one的时候 最喜欢问的两个问题 换句话说他一定会问的两个问题 就是这两个问题 你叫什么名字 你现在呢是在工作还是在学习 那我们看这个案例 考官还问了他另外三个问题 在这里 既然这个考生他前面一定回答的是studying 那考官就继续往下延伸 那你学习的话 你的专业是什么 你喜欢你的专业吗 那你毕业之后 你想做什么工作 我们这五个问题 根据我们上节课来讲的 一些相关的内容来回答 那我们进入 好 part two之后 part one 我们刚刚的五个问题说完了 那考官又继续深入 进行了一些比较复杂的一些part one的问题 那我们看 考官还问了 Do you like listening to music? 你喜不喜欢听音乐? 我们考生要怎么回答 Yes, it's my favorite hobby Music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my life I get much fun from it 总的来说就是给予一个肯定 我喜欢他 首先你要说是我的favorite hobby 是我很喜欢的 我最喜欢的 我的业余爱好 那is an important part of my life I get much fun from it 我从他之中得到了很多乐趣 那我们看考官还问了什么 那你既然说你喜欢听音乐 那我就问你 你听音乐的频率是多少 这里how often 我们考官想知道一个什么问题 你多久听一次音乐呢 说I listen to music nearly every day 我既然说它是我的favorite hobby 那我基本每天都听 When I take the subway every morning and evening I listen to music with my mobile phone 用耳机 用手机来听音乐 那么 我每天早上 早晚坐火车的时候 都用手机来听音乐 I believe the pleasant music separates me from the noisy crowds Also it helped me keep the boring travel time 这里呢我们考生给考官又提供了一些 其他的一些附加信息 那其实呢 回答到这里 其实考官就已经很满意了 用手机听歌 其实就已经很满意了 但是我们考生为了保险 一定要多说一些东西 那说 我相信这个音乐可以怎么样 separates me from the noisy crowds 可以把我和外面那些喧嚣来分开 那这个时候考官会觉得 这个考生很会说 而且他心里 如果说他在听音乐 那他心里一定是很pleasant 很高兴很愉悦 Also it helped me keep the boring travel time 这样回答就比较圆满了 那我们考官又继续深入说了 What kind of music do you like best? 你最喜欢哪一种音乐? 那你既然听音乐 你是每一种都喜欢听呢? 还是说是有具体的哪一种呢? 他说 I like classical music best Many people may think it's odd for a young person to listen to classical music but in my opinion classical music is penetrating and thought-provoking besides the melody is pleasant 所以说呢 我们考生在这里 不仅回答了考官的问题 哪一种是我最喜欢的 而且他在这里 说了一个转折的一个问题 怎么转折呢? 他说 很多人可能都会觉得 一个年轻人来听classical music 会很怪 但是我觉得classical music 有怎么怎么样的好处 而且melody它的旋律也很好 这样考生回答的就很圆满 那这个考官听了之后 What kind of music do you like best? 考官会觉得 这个考生的答案 不仅仅框在 局限在classical music 然后就完了 他还会说这个classical music 对于考生自己来讲 有什么样的好处 或者说会怎样调节 他的心情 讲他一个作用 那还有这里 还有另外一个考生 他怎么说的 说 It's hard to say Because I like various kinds of music Generally I like delightful music which brings pleasure and calmness 这个考生他说呢 说 It's hard to say 很难讲 因为我 很多种音乐我都喜欢 那总的来说呢 我喜欢那些很 delightful 很 cheer up的那种音乐 他们是什么样子呢? 可以 brings pleasure and calmness 可以让我心情很愉悦 心情也很放松 那I'd say rock music or hip hop is not my favorite 但我一定要说的是 rock还有hip hop不是我的 不是我最喜欢的 They're just noisy They're just noise 他们对于我来讲 其实是噪音 那maybe it's a bias 这样说很可能 这样说可能是一个比较有偏见的一个说法 但怎么样 我真的不可以来欣赏 rock music 或者hip hop 那同样 另一个考生他怎么说的 他说 I like modern music such as hip hop R&B and something like this 说我喜欢现代音乐 比如hip hop R&B 还有类似于hip hop和R&B 这样的一些音乐种类 说 They are very cool and full of fun I feel and full of energy whenever I listen to this kind of music I think it's the most fashionable music among young people 还说什么呢 说我在听这些音乐的时候 我会觉得浑身都充满了一些激情 一种力量 那 我不管我什么时候来听这个音乐 我都会觉得浑身充满激情和力量 我还认为什么呢 它是the most fashionable music among young people 我觉得这两种音乐 也是所有年轻人最喜欢听的 好 下面我们进入part two 我们的重点 今天part two 什么describe one of your best friends 这个考生 他抽 考官给了他一个卡片 卡片的话题呢 就是描述你一个最好的朋友 那这个卡片上写了大标题 第一 我们要注意 这个卡片上都写了什么 写了一个大标题 describe one of your best friends 第二 他写了一句这个话 you should say 一二三四 说这四样东西 那 大家想一想 遇到这个题 我们应当怎么着 我们应当怎样 来说呢 好 大家想一下 遇到这个题 我们应当怎样来描述呢 好 首先我们看 我们这里 王老师给大家一个要点提示 再说 在说一个人的时候 我们想一想 说a person 那 what could a person be 说这一个人可能是什么人呢 可以是一个家庭成员 可以是你的一个邻居 可以是一个成功的人 也可以是一个你所知道的具有冒险精神的人 也可以是很简单的一个题 a happy person 一个很高兴的人 也可以是 a singer you love 你喜欢的一个歌手 那 我们这里一定要看清楚 这个题 describe a person a person could be anyone 一个人可以是任何人 那 他们总结一下 都会归纳成两类人 亚思考语考试中只会问你两类人 第一个就是 someone you are familiar with 是一个你熟悉的人 第二就是 someone famous 换句话说 你不认识 但你喜欢的某种名人啊 或者是你所崇拜的一个偶像 那总而言之 在亚思考语考试中 不外乎这两种人 只有这两种人会出现 那 我们看之前都出过什么题 我们来真题回顾一下 describe a family member you admire 说一个你很崇敬的家庭成员 那 you should say 这些 who he or she is what his or her character is and explain his or her influence on you 说他是谁 说他的性格是怎样的 说他对你有什么影响 你的一个家庭成员 还有一些题在考什么 describe a neighbor of yours 请形容一个你的邻居 那您当说什么 一二三四 第一个是什么 how you got to know each other 你这个邻居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第二 what type of person he or she is 他是怎样的人 第三 how often you meet each other 你们多久见一次面 最后explain why you think he or she is a good neighbor 你为什么觉得他是一个好邻居 我们再看下一题 describe an adventurous person you know 请形容一个你知道的有冒险精神的人 又来了 you should say 一二三 who he or she is 第二点说什么 第一点是什么 who he or she is 他是谁 第二点 what adventurous thing he or she did 他做了哪些具冒险精神的事情 最后explain why you like this person 解释你为什么喜欢这个人 那总而言之 我们通过观察 这三道真题 我们得到了一个什么结论 卡片 在描述一个人的时候 我们这个卡片的问题 他有一个很固定的结构 考官会给我们一个很框的死死的一个结构 是什么 第一步 他往往都要你什么 做什么 identify the person 你要说这个人是谁 who he or she is 第一步他都会让你先陈述这个人是谁 那第二是什么 你一定要offer more details 给考官更多的一些细节 比如说他会问到性格 比如说他会问到 what have they done 他们做了哪些事情 让你在现在此时此刻 考试的时候详细它了 那第三结构都是什么 state the reason why 你一定要告诉考官为什么 那么哪一个是重点 我们永远都要记住 永远都是第二步和第三步是重点 告诉考官一些更多的细节 告诉他更多的细节告诉考官原因 那还有一点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大家一定要记好 也就是卡片问题的结构也就是回答问题的结构 换句话说我们回来 我们再往前翻看 我们以这张卡片为例 大标题在这里 这个you should say 这里you should say 123 我们把这三点一定要记好 为什么 因为这三点就是你回答问题的结构 you should say 123 那你回答的时候 你就要say 123 这样子 也就是说卡片问题的结构 you should say 等于你回答问题的结构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好 在考试的时候 一定不要说跑题了 它卡片上让你说什么 你就说什么 可以做一些小的隐身 但不要印很多东西 好我们再来回到这道题 这个考生遇到的题是 描述你的一个最好的朋友 那好大标题过后 you should say 看到这个you should say 我们一定要做好笔记 who he or she is when you got to know each other what his or her character is explain why you are best friends 所以我们回答问题的结构是什么 一 二 三 四 把这四点要打好 那我们看这样 这四点打好的话 我们有这四个问题了 我们简单的在头脑中 或者说我们在做草稿的时候 可以在纸上 把这四个问题 给它分一下回答的步骤 我们飞快的分一下步骤 那很明显这样 前两个可以简单说 但后两个一定要重点说 我们看前两个 说这个人是谁 很简单一两句话带过就好 那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考官很明显 并不想把重点放在你们是怎样认识的 所以重点是什么 他的性格是什么 为什么你们是最好的朋友 因为我们说的是描述一个我最好的朋友 所以为什么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因为他的性格是什么什么样的 所以我可能是说怎样 对这个性格 我很喜欢他的这个性格 很直爽很诚实或者怎样 所以why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好我们看 我们怎样来回答呢 第一个问题很简单 他是谁 who is he 或者who is she 那这里我们这个考生怎么说 I have a foreign friend whose name is Martina she comes from America and studies in the same college with me 很简单 做了一个很简单的介绍 说我有一个外国朋友叫Martina 他从美国来 我们呢在同一所大学上学 很简单就介绍完了这个Martina 那考官得知了什么消息呢 第一 foreign friend 第二名字有了Martina 第三 国籍有了美国人 然后最后 跟我是什么关系 我们study in the same college 我们在一起上学 那第二 when you got to know each other 这个怎么说 we met accidentally 我们看这个考生在这里回答的 其实就很 是一种很灵活的一个解答的方法 不管说我们真的是met accidentally 还是说我们不是met accidentally 他这样说是属于一种很灵活的一个方法 我们继续往后读啊 we met accidentally she was lost on the way to the language center and I happened to go there so we went there together and started to know each other 这就是我们怎么相遇 怎么着 互相 这就是我们怎样相遇 互相怎样认识的 那我们是偶然相遇的 说他去语言中心的时候 走丢了 那我正好又去那里 所以呢 我们一起去那个语言中心 也就是这样 我们互相认识了彼此 那我们看有的时候 有一些考生呢会比较紧张 他会觉得 这个考官问我一个问题 我突然不知道怎样答 我一定要答的比较 很有那些花哨 我一定要说我们怎么怎么 很复杂最后认识的 但这样呢就不太好 那我们说 这样为什么不好 因为考官会觉得 你一切的一切都是 临场边来的 会觉得你很硬士 你并没有跟我在聊天 从而展示出你的口语 这个程度 那 其实相反的这样 说我们是偶然相遇的 我们 我们都去同一个地方 然后我发现他走丢了 所以我就带他去 其实我们生活中 遇到一些陌生人 或者说我们结交了新朋友 那 这一整个 这个故事 其实是一个很通用的故事 也是一个很真实的故事 我们一般在路上 遇到很多人 或者说结交新朋友 其实都是因为一些偶然的一些条件 才引起的 好我们看下一个 我们到第三个问题 What is his or her character 说这个人性格怎么样 那这里 我们有一些词 大家呢 回去一定要备好 其实我们之前呢 在第一节课中讲过了 我们雅思口语考试 不需要大家 并不像写作 要用一些很高端的词 我们口语考试 只是要把握好流利度 把这话说清楚 然后呢 不要像应试一样 一定要像去和考官聊天这样子 那我们怎样 要备好一些比较基础的词 把这些词备好 在口语考试当中呢 一定要头脑中 比如说看到卡片上有character了 就蹦出这些词 从里边去挑 挑那些符合你朋友的形容词就好 那这一些词一定要备好 好我们看这个考生是怎样答的 Martina is not a complete beauty but she is always confident and optimistic which makes her very attractive she has bright eyes full of wisdom and curiosity 说这个Martina呢 并不是一个 她外在呢 并不是一个非常美的人 但是呢 她怎么样 她很自信 同时呢 很乐观 积极向上 那她的自信和乐观积极向上 让她很有吸引力 那她 she has bright eyes full of wisdom and curiosity 这里红笔的这一个也要记下来 这一个呢 其实是形容女生 一个很好的一个词组 那我们继续说什么 she has got a quick temper when she's happy she smiles when she's angry she will let you know she never covers her real emotion 所以我们说什么 她呢 其实是一个比较性格很直的人 说她很高兴的时候 她就笑 那她生气的时候呢 她也会告诉你 说我很生气 那总结完一句话是什么 she never covers her real emotion 她不会去隐藏 遮住自己的真实感情 这个时候考官发现 诶 这个考生不错啊 他呢 把这个人认识的很清楚 尽管外在可能不是很美 但心里怎么样 性格非常美 confident 这边还有optimistic 我把它画好 optimistic 而且这两点也让这个 Martina很attractive 那bright eyes full of wisdom and curiosity 还很好奇 那她还是怎样的 quick temper 这个时候考官认为 怎么呢 怎样呢 一 二 三 四 这四点都有了 考官认为 这个人她已经可以在自己的头脑中 刻画出这个Martina 你的 你最好的朋友Martina 是一个怎样的人了 那我们继续往后走 说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解释这个why why you are bad friends 为什么你们是最好的朋友呢 那这个考生怎么答的 I like her direct characteristics 我喜欢她很直爽的性格 she is studying Mandarin when we stay together she misses no chance to consult me the use of some words 所以说 我喜欢她直爽的性格 她现在呢 在学汉语 这里 她现在在学汉语 这一句话 起了一个什么作用 它其实是一个扣体的作用 因为之前 我们考生答了 说这个我们 我和Martina是偶然相遇的 她在去这个language center 她在去这个language center 语言中心的路上走丢了 那她在学汉语 两边是可以连起来的 考官会觉得前后很呼应 那when we stay together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她这个红笔的要记住 she misses no chance to consult me something 这个something的 今天这里是 the use of some words we sometimes talk about Chinese ancient masterpieces to my surprise she knows even more than me 她比我知道的还多 关于我自己国家的东西 她比我知道的还多 那although we are in different classes we meet very often 尽管我们在不同的教室上课 但我们很经常的见面 考生还说什么 we find we have a lot in common in hobbies both of us love the sound of beetles and enjoy playing tennis 找到我们两个的共同点 我们两个的共同点了 love the sounds of beetles 还有playing tennis 这个时候 这句话 在做什么 也是在扣题 我们两个为什么是最好的朋友呢 虽然我们偶然相遇了 但是呢 后来我们相处之后 发现我们有一些 有很多的共同点 那这个时候 考官会怎样觉得呢 会觉得这个考生和马提纳 很有缘 那么此时此刻 你的best friend 你想起这个马提纳 是一个合情合理的事情 所以说 对考官来讲 你并没有再 具备一些东西 那 这个考生就会得一个 很高的分数 我们再往下来看 他说到这里 why you are a bad friend 说到这里 并没有 考生并没有结束 他还往后说了一句话 是一个收尾的一句话 我们在考试中呢 也要注意这句话 就是说不要把前面的 这些东西说完了 就完了 这样会让考官觉得 停顿的很突然 很突兀 最后补一句话 I feel happy to have a foreign friend like her I hope our friendship will last forever 我呢 很高兴 有一个像他这样的外国朋友 并且我希望我们的友谊呢 可以天长地久 这样扣题扣得很好 那part two过后 我们看在part three 这个考生遇到了什么人 遇到了什么问题 那part two过后 我们看part three 这个考生遇到了什么问题 我们前面part two 在讨论你最好的朋友 那我们说最好的朋友 友谊 是第一个可以被延伸出来的 一个新的话题 这个时候 我们看我们考官是怎样做的 果然这个友谊 这个话题被引申到part three了 那第一个问题 他上来并没有直接问我们考生 我们的这个友谊 他并没有用friendship这个词 但是他开始往那 往友谊的那方向 往那个方向已经在延伸了 那他说do you think friends are important in your life 这个时候 他把friends和your life 换句话说life 两个词联系在了一起 那一个是friends 一个是your life 他把两个词联系在一起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我下面就要开始讨论friendship了 但是第一个问题 给你给考生一个缓冲 但你要知道 我们下面要开始说friendship了 所以我们同学呢 在去参加口语考试的时候 我们呢头脑一定要飞速地转动 这个时候 比如说你前面在讲friends 这个时候part three突然开始说 把life演进去了 那friends plus加上life friendship 我们一定要知道 part three 肯定是在讨论friendship 那我们头脑中要提前有所准备 那他怎么答的 Surely the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my life 先肯定这句话 他们先对这个important打一个勾 在这里 Surely the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my life 先肯定他们是重要的 I agree that Friends are your relatives chosen by yourself 这个时候这一句话 是做什么作用的 他给friends下了一个定义 我觉得 或者说我很同意的一点是什么 朋友其实是你自己给自己选的亲人 那继续 My friends accompany me when I'm sad I'm happy or sad I think your happiness will be doubled and sadness will be halved if they are shared by your friends In addition to that Good friends offer me valuable suggestions When I feel lost 那考生怎么说 当我的朋友和我在一起 My friends accompany me when I'm happy or sad 不管我高兴还是伤心 我的朋友呢都会陪着我 那这一句话 我们要记住 这句话其实是很经典的一句话 说当当你和你的朋友在一起的时候 那你高兴的 你的欢乐呢会加倍 但是呢你伤心的事情呢会被减半 这里我们要注意 halved H-A-L-F 我们把F变成V加ED will be halved 会被减半 那in addition to that 又补充了一句 对这一句 对这一句话又补充了一句 说的什么 Good friends offer me valuable suggestions When I feel lost 我觉得 没有什么好主意的时候 我的这些好朋友呢 会怎么样 给我valuable suggestions 很有价值的一些建议 那考官又问了 这个时候 我们friendship这个词终于出来了 一道题给考生来缓冲 那第二题现在开始了 friendship这个词已经出来了 这道题其实是考试考官是要让考生给friendship下一个定义 你觉得friendship是什么 当然对于你来说 所以说 what does friendship mean to you 对你来讲 有意思是什么 那我们看 这个考生很聪明啊 他怎么说的 I think friendship is a necessary part of life 首先 下了一个定义 a necessary part of life friendship in my opinion in my opinion means you have somebody who can share your happiness and pain 那 说 在我看来 友谊是什么 是 你可以有一些 某个人 那这某个人 它是什么样的作用呢 可以和你分享快乐和痛苦 好 再来 这个时候又扣回到friends 又扣回到friends这里 friends are those whom you feel easy with 那朋友又是什么呢 是友谊的一个什么 是一个someone who accompanies you 所以说朋友 是those whom you feel easy with 是那些和你在一起时 会让你觉得很轻松的这些人 they are always your good listeners 他们永远都会听你说 and they are the people you can discuss the interesting issues with 同样也是那些 什么样的人呢 你可以来讨论一些 interesting issues的人 在这里 and they are the people you can discuss the interesting issue with 这里 discuss with 我们把整个一个词组拆开 把the interesting issues放到中间 下一题 这个时候我们考官又问了一个 很有一个难度的一个问题 他怎么说 说 what are the qualities you value in your best friends 这个时候他又回扣到 又扣回到part two 说你最好的朋友呢 对于你来说啊 这个你认为你最好的朋友 有哪些这个品质是你最看重的 那考生怎么说 honesty and faith I think are the most important we don't have to agree on everything but we can trust each other totally 那honesty和faith 是我们考生提出来的两点 他说是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那他还说什么 我们不必要要每一件事情呢 都要同意对方 但我们一定要可以什么 trust 一定要信任 each other 还是什么 totally 完全的信任 totally I don't like being with a person who always tells lies It's too boring to judge all the time whether he telling the truth or not If I go astray he will point it to me frankly without hesitation I don't like the friends who often flatter on me in fact they are not real friends 好 我们看 在答完这个 each other totally 这句话后 我们考生 做了一个什么事情 前边我们说 在这一句 以前都是在说一个正面的事情 我们给他写一个加号 这句话之后 他就 我们考生开始什么 开始说一个相反的 一个 我们给他一个复号 这表明了什么 我们这个时候开始猜 考生为什么要突然说负面的事情 第一 有可能是什么 我们考生觉得 光说正面不够 我一定要说负面 通过我说 我多么不喜欢 我不好的 通过 这个我来说 我多么不喜欢 不好的那一面 来侧面的来表达 我有多么喜欢 正面的那一面 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 有可能 这里实际是一个很有技巧的一个事情 还有另一个原因 有可能是我们考生觉得 对于 honesty和faith 那可能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考生这个时候会觉得 正面的东西 我已经说不出来了 要怎么办 从负面开始说 据说你不喜欢负面 来侧面的体现 你喜欢那个正面 那 我不喜欢什么 跟一个经常说谎的人在一起 It's too boring to judge all the time 以及什么 If I go astray he will point it to me frankly without hesitation No I don't like the friends who often flatter on me 我也不喜欢这样的人 不喜欢我们怎么说经常去拍马屁的人 In fact they are not real friends 他们并不是真正的朋友 他们总是为了一些目的来做的 所以我不喜欢这些人 那 我们看 他回答了这个 从反面 这里 负号来说了 考生自己来表达自己有多么不喜欢这些人 同时去反而去加强了 我们说正面 这个架号 那 这一点 考生做的其实是很聪明的 我们呢 在口语考试当中 其实是可以经常在part3中来使用这个技巧的 也就是说 当你正面 已经说的很多 你觉得可能 这个回答还不够太完美 怎样完美呢 再从负面开始说 或者呢 当你没有画的时候 从负面开始说 那我们看 这个时候 我们考官认为和friendship best friends 还有这样相关友谊的这些词 跟这些词有关的 这个问题已经问完了 这个时候考官继续引申 他想给这个考生一个拿高分的机会 那他怎样来问了呢 Where do young people usually meet in your city 这个时候你居然说 我有很多很好的朋友啊 考官也会看这个考生很年轻 这个时候他突然想到另一个话题 Young people Where do young people usually meet in your city 那你们城市里的年轻人一般都在哪 去这个见面呢 或者说一起去hand out 一起去玩呢 这个时候 我们考生怎样大 will 首先我们看开头这个will will 逗号 我们在第一节课当中讲过 这个will 逗号 有一个什么意思呢 这个时候考生有可能对这个话题 突然的转换有一点不适应 那他会觉得 哎 我需要想一想 那will 但是我嘴里也一直在说 will 我也并没有坐在那里 停顿 那这个时候一个will 给考生争取了一秒到两秒的时间来思考 虽然说两秒钟或一秒钟很短暂 但是呢 头脑中一定要飞速的来思考 我们考生一定要飞速的去转这个头脑 will it's difficult to say because there are many good meeting places in my city cafes cinemas or parks 好 我们看这整个的第一句话 我们说前面will 说完了之后 我们考生 为什么要说这句话 有一个很大的可能就是 我们考生 依然说完 一到两秒的will之后 还是没有搞清 这个问题到底要怎么跟考官说 所以这个时候 有一个 其实是一个 非常聪明的一个办法 it's difficult to say because there are many good meeting places 我觉得很难说 因为有很多地方都不错呀 那很多地方都不错呢 哪些地方呢 这个时候又可以继续说 比如说 一 二 三 还举了三个例子给考官 说完这整个一句话之后 其实考官 其实我们考生 好 我们说完整个一句话之后 其实我们考生 是已经 基本上头脑中 把这个问题已经想清楚了 这一句话给我们考生 在考试中 其实争取了很多 非常好的时间 那 as far as I am concerned I usually meet my friends in the cafes 选了一个 cafes they have comfortable seats and pleasant background music we can chat without being disturbed well enjoying a cup of coffee or juice if the weather is fine we'll go to the park it is agreeable to sit on the bench near the lake enjoying the pleasant scenery far away 我们说这道题 我们总的来说 这道题的分数 我们考官给考生的分数 其实是很高的 但其实对于我们考生来说 很可能这道题 不知道怎样去答 所以这里有一个 非常好的技巧 第一 will 一到两秒时间来思考 如果思考到了一个 你认为很好的答案 will 然后就开始说 如果你依然没有想到 一个很好的答案 这个时候怎么办 stifical to say 很难说 因为为什么难说呢 告诉考官原因 这个时候 there are many good meeting places in my city 那既然说到了 many good meeting places 都有哪些呢 举几个例子 这个时候又举了几个例子 依然在思考 这个时候 从这里 as far as I am concerned 一直到结尾 其实我们考生 一直是在重复这三个地方 我们看 我们细分一下 来分析一下 我们考生都说了什么 第一 他说了 cafes cafes在这里 第二 我们考生说了什么 parts 在这里 也就是说 我们通过分析这两点 发现了什么 其实考生对这个问题 说实话 我们考生可能心里 自己会在说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这个时候怎么办 去展开你自己刚刚所陈述的这些例子 那咖啡馆 电影院 公园 我们考生选了第一个和最后一个 说去喝咖啡 还说去公园里 那这样 当你把这两个例子展开的时候 其实你就从另一个角度 对于考官来说 你从另一个角度 你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 所以这样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个 一种技巧 那我们看下一题 说 Have you made any friends on the internet? 我们前面前说了 说你和朋友都去哪儿玩啊 那这个时候考官又问了 那你跟你的那些老朋友都去哪儿玩呢? 那现在又说 你在网上有没有交友呢? 说 Yes, I'm keen on surfing in the internet especially chatting with others on the skybee I have made many friends via internet We are internet personally They are not different from other friends of mine We know each other's personal information and we discuss something we are both interested in The only difference is That we meet online But not in real places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这个问题回答的怎么样 说 是的 我确实在网上教过有 那尤其呢 Chatting with others on the skybee 用这个聊天的软件来交流 那我还呢 除了回答了这个问题之后 到这里 从开头到这里 基本上已经很简短的回答了考官的问题 确实交过朋友 那我们呢 还通过哪一种方式来交流 下面开始补充信息 说 我从网上确实交过 我从网上确实交过很多朋友 再一次对这个问题 肯定 那我们补充信息的第一点 再次重申这个问题 肯定 那对我个人来说呢 并没有很大的 对于我个人来说呢 这些网友和生活中真实的朋友 并没有很多区别 那到这里又陈述了一句话 那我们下一步要做什么 把这句话展开 为什么说没有很多区别 说我们知道 We know each other's personal information 第一 他说到了personal information 个人信息 比如说你姓什么呀 你的性别 你有什么兴趣爱好吗 你在哪里 你上班还是上学 你如果上班的话 你在哪上班 上学在哪上学 那第一点 为什么和真实生活中的朋友 是一样的 第一点 因为我们know each other's personal information 第二 we discuss something we are both interested in 第二点 我呢 对于这些网友 以及我呢 对于真实生活中的朋友 我们都是在讨论一些 我们都感兴趣的事情 那这个时候 对于 没有区别 这个话题 not different from other friends of mine 对于这个话题 展开了两个 肯定的信息 是的 我们know each other's personal information 是的 我们discuss something we're both interested in 第三 the only difference is that we meet online but not in real place 我们只在榜上打字或者是视频这样来交流 并不在真实生活中见面 这一句最后一句是什么 提出了一个和其他的 对于这个话题来讲 两个是 以及一个不是 换句话说 一个负面的 换句话说 一个 一个 换句话说 这里就是一个 回答 对于这个问题 回答了不的 这样一句话 说 difference 是什么 回答了出来 这样 那再看下一个考生 我们这里引申来 另一个考生 那刚才那个考生 他回答的是 一个肯定的回答 这里有一个否定的回答 他怎么说 说 Frankly Frankly no 诚挚地说 我没有 网友 I have never made any friends on the internet I don't believe in the online friendship 我不相见 这种网上的友谊 The internet is a virtual space and no one knows if you are lying I have heard of some stories about being cheated by the online friends so I am very cautious when I chat on the internet 我们看这个回答 我们说实话呢 我们这个考官呢 他知道我们中国的学生 这些考生 一般情况下呢 会对这个问题 在真实生活中 我们考官知道 在真实生活中 我们每一个考生 或者说70%或60% 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 都会是一个否定的回答 那我们考官在来到这里 来到中国来做这个亚斯考官之前 他是知道我们国家这个大背景 大环境的 所以他也知道我们很多考生 其实说实话是不会 或者说很少有这种交网友的 那这里呢 我们考官会 其实他所期待的 也是一个否定的答案 那这个考生他很聪明 他就直接把实话讲了出来 说没有 一个都没有 那我不相信这种网上的犹豫 那还给了一些 从这里 一直到 这里都是给了一些原因 那到最后他怎么说的 所以我会 I'm very cautious when I chat on the internet 即使我在网上 去和别人聊天 即使我在和别人 会有一些不避免 一定要和别人交流的话 我也会很conscious 我会很注意的 那这个考生 并没有说 有一些网上经常聊天的朋友 那他们会想真实生活朋友 真实生活中朋友那样 说呢 知道自己的这个个人信息啊 等等这样的 这个考生呢 回答的是否 没有 那我们换句话说 再说回去 我们考官很期望 我们考生答一个否定的答案 但是呢 当你觉得 说否 说no的时候 这个原因很难给的时候 我们还是可以去说yes 说过yes之后 一定要给一些 说yes 去肯定这个东西的一些 很正面的一些 这个支持的条件 那说no呢 同样你要给一些支持 否定的 这个一些原因 那么说 经常很多东西都是这种双刃剑 它有好肯定也有坏 所以说呢 像online friendship 这种话题呢 我们一定要提前呢 对自己进行一些训练 去找这些话题 相关的一些正面 负面 如果说你说正面呢 你有哪些支持的这些原因 说负面呢 又有哪些支持负面的原因 我们平时一定要这样多去训练 那同样的 说这个 在说一个人的时候呢 我们这里给了大家一些useful words 那形容一个人外貌的 会有这些词都可以用上 那我们呢 去回家去背这些词 形容一个人的外貌 那我们把这些外貌的词掌握呢 当你在这个口语考试当中遇到了这个抽 抽这个卡片 如果说考官给了你一个形容人的 那你先说这个人的外貌 再说这个人的性格 虽然重点是这个人的性格 但外貌也不要忽略 那么外貌一定要说的什么样呢 一定要说的很细致 很细致 这样呢 一定要确保考官在他头脑中可以刻画出 你要说的这个人大致的一个长相就可以 那么这里还有另外两组 那我们同学们呢 背一下这些词 好 我们再看另一个考生 他遇到了又是哪些问题呢 那我们来第二个考生 第二个考生他同样 这些问题 第一个问题 我们一定要记住这句话 一定要记住这句话 这是一个很重点的一句话 How can I address you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很多考生在听到这句话之后 心里就慌了 说什么叫How can I address you 你是在问我家庭住址吗 我们说不对啊 应当为什么要问我家庭住址呢 我跟你说这个有什么用呢 不是应当一上来就问我名字 学习或工作吗 我们要注意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们说比如说我问你 What's your name 翻译过来叫你叫什么名字 那How can I address you 翻译过来就是我怎么称呼你呢 称呼 How can I address you 同样这个问题就是What's your name 我们按照回答What's your name 的方式回答就好了 只不过我们一定要背下来这种说法 How can I address you 我怎么称呼你呢 那第二 Are you working or studying Where do you come from What's your favorite subject What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s in your hometown in the last twenty years 我们说这个考生遇到的 Part one 最开始的这五道题 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 他们相互之间是比较独立的 名字 工作还是学习 你来自哪里 你最喜欢的这个学校的课程是哪一门 那最后一个题 你的家乡这二十年有什么变化 它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说这五个题相互之间是比较独立的 虽然我们说第五个题跟第三个题有一点点联系 你从哪来 那你的家乡过去二十年有什么变化 但我们考官在这里 把这两道题 三和五 把它分开 在中间插到了一个 插了一个别的问题 那所以我们说这五道题相对独立 那如果说我们考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说 我们自己会认为这一题和这一题是相关的 但为什么要把它们分开呢 这样的话 只会意味着一个现象 也就是说 在后面 我们考官 继续来问的话 他有可能会问到你家乡的问题 也有可能会问到你学校的这个问题 所以说这个时候 虽然 这个再往后的这一些事情呢 对于考生来讲是不确定的 但我们一定要做两手准备 可能是come from 这个家乡的问题 也有可能是学校的一些事情 当然也有可能很意外的会被问到其他的问题 好我们继续看 我们再往后看 看我们part one 那么有这两个提示了之后呢 我们看再往后到底我们这个考生被问到了什么问题 有可能家乡 有可能是学校的事情 也有可能是其他问题 我们看part one 到底问了什么 我们说 has your life changed in the last 10 years 他突然问了一个问题 说过去十年你的生活有什么变化吗 这个问题跟我们前面的来比 更像come from 还有你的家乡有什么变化 更像这个话题 那他怎么说的 yes肯定确实有变化 I think the biggest change is that I'm not as carefree as I used to be I was still a school popular 10 years ago there was no such great competition and pressure as now the good change is the economic condition and living standard 这个时候我们考生说 你的生 我们考生对于这个问题怎么答的 说最大的变化是 我并不像以前那样carefree了 那同样他也说什么 我之前呢只不过是一个 十年前只不过是个小学生 但是呢啊 十年前是个小学生 而且那个时候没有很大的竞争 也没有现在很大这样很大的压力 那这一点从开头到这里 是说什么 是说的考生自己 那同样从这句话再往后一直到结尾 讲的是什么 我们前面讲的是一个事情 后面讲的又是一个事情 后面讲的是什么 the good change 好的一方面是什么呢 economic condition and living standard 怎样 是他的good change 所以说好的一方面呢 是经济条件以及生活的标准 这样子提高了 the good change 这些东西是好的一方面 也就是说他提高了 那我们看到前面 好我们过来看一下前面这句话 is that i'm not as carefree as i used to be 这里用到一个used to be 好这里我们中间插一组一混词组 这几个异混的词组大家一定要记住 第一个used to be 也就是刚才在那个例句里出现的 used to be什么意思 过去是什么 比如说i used to be a lifeguard 王老师过去是救生员 那第二个是什么 used to do something 过去经常做某一件事情 比如说i used to work to work on foot 说i used to work on foot 说我过去经常走路去上班 同样我们前两个词组 是一组都是used to再加上原型 表示的是过去怎样 过去呢怎样呢 如果用be就是是如果用do就是做一些事情 这个词组是独立出来的 叫be used to doing something 习惯去做某些事情 比如说同样我们看 看这两个句子 一 二 I am used to work 好这里我们改一下 I am used to working 所以我们说有什么区别 这里used to do 过去常常做某事 这里第二个 be used to doing something 习惯于做某事 所以第一个 I used to work on foot 我过去经常走路上班 那第二个 I am used to working on foot 我习惯走路上班 一个是过去 一个是现在 同样一混词组还有be used to do something 那我们看前一个词组是什么 used to do something 我们第二个 be used to do something 前面加了一个be 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把他们辨细好 这些不同的词组 前面加be是什么意思 它是一个被动语态 be用来做某事 比如说我们说什么 the kettle on the table is used to boil water 桌子上水壶是用来烧水的 来做水的这样 好所以我们刚刚前一夜 三个词组加最后一个被动语态 第四个 这四个一混词组 我们一定要把它背下来 然后再不管是我们说口语也好 还是写作也好 千万不要用错 那好我们继续来 看这个考生在part one之后的问题 is there anything you'd like to change in your life 他问到了life的问题 your life 你自己的人生 说yes I hope I can become financially independent 我希望我可以经济独立 now my tuition fee and living costs all come from my parents although I do some part-time jobs during the vacation the pay is far from sufficient to support myself 这个时候我们来分析这个回答的 这个答案的结构 首先is there anything yes 回答了 yes然后怎样呢 经济独立 financially independent 这个问题到这里 其实对于这个问题 就已经简单的回答好了 那下面开始 从这里再往后 说细节 说我的学费呢 以及生活的这些开销 都是从家里 家长来的 都是我父母给我的 那尽管我也做一些 这个part-time jobs 在暑假做一些part-time jobs 但是呢 is far from sufficient to support myself 我还不可以经济独立 从这里一直到结尾 都是在解释说明 为什么要financially independent 就是说第一句话 总数往后开始说细节 我们一定要记住 总数说细节 总数说细节 how different is your life from the one of your parents 那我们前面 不好意思 好 那我们来继续 前面既然已经说到了 这个 你的life your life的这个问题 那 你的life 和你parents的life 有什么区别 说 it's greatly different 太不一样了 I have more opportunities and more comfortable life than they had when they were at my age it was impossible to study abroad without the found of government I feel grateful that I have a better life than them I appreciate their hard work to get us to this point in our lives 好 我们说 第一 这个是什么意思 问题在这里 第一步 总数 先去肯定这个问题 有很多的不一样 肯定 从这里往后 做什么 我们说什么 那三个字 说细节 说细节 哪里不一样 具体哪里不一样了 more opportunities 一 不一样了 and more comfortable life 二 不一样了 more comfortable life 二 然后这个时候怎么样 对于这个小的 这个细节一 这里我们叫细节一 我们对于这个小的细节一 我们怎样呢 又做了一个延伸 when they were at my age 当他们和 在我和我是同龄的时候 发生了什么事 it was impossible to study abroad without the found of government 就是说 那个时候 在没有政府出资的情况下 是不可能去出国留学的 这个时候 从这里 到government 这里 我们考生做了一个什么 做了一个 对细节一 我们这里画一个括号 叫做细节一 对细节一 做了一个具体的 再次二度的一个延伸 再往后 I feel grateful that I have a better life than them 我的人生 比他们的人生要好 那我怎样 feel grateful I feel grateful 我很感激 I appreciate their hard work to get us to this point in our lives 最后 到了这里 第一句 我们考生说了两句话 第一句 I feel grateful that I have a better life than them 我很感激 他又说了第二句话 I appreciate their hard work 我很欣赏 我父母这样子 非常努力的工作 为了什么 把我们这一代的生活 来提高 那我们简单总述一下 总结一下 我们考生做一些 做了哪些事 第一 回答了一个问题 回答完后 开始说细节 那说完细节了 之后呢 又提供了一个 细节一 随后对这个细节一 又开始展开 做具体的讨论 讨论完之后 做了什么 说了两句话 对父母的感激 这样子 好 我们part one 过去 看这个考生 我们考官给这个考生 一张怎么样的卡片 describe a well-known person you admire 说 让我们考生 来描述一个 你所钦佩的 一个名人 同样我们卡片上 还写了什么 you should say 1234 你要说这四点 那你说这四点的话 我们刚刚说了一个 有一点非常重要 是什么 刚刚混动片上 那句红色的字 卡片问题的结构 等于回答问题的结构 也就是说 you should say 我们看 这个卡片上写了什么 you should say 1234 这四点 那同样的 我们在头脑中 飞速的把这1234 四点 分成 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相对来说 我们可以飞速说过去的 第二部分 相对来说 我们一定要慢讲 一定要具体讲的 那好 我们分完两大块之后 现在可以开始说 来看这个考生 遇到了一个 这个卡片 那他第一个问题 who is this person 他怎么说的 I am a sportmaniac so I'd like to describe a sport star Yao Ming who is a basketball player in NBA 那我们这里有一个 红颜色的词 maniac sportmaniac 你可以说 maniac是什么意思 疯子 sportmaniac 我是一个体育狂人 music maniac 音乐狂人 literature maniac 文学狂人 第一 我们考生定义了一下自己 很简单定义了一下自己 sportmaniac 因为我是sportmaniac 所以我想描述的名人是谁 sportstar 这里前后扣题 前后扣题 那我们说的这个人 名字给出来了 用一个定义从具 who is a basketball player in NBA 很简单的一句话 只有一句话 但里边给的信息很丰富 好 第二个问题 what does he or she do 所以这里 what does he do Yao stands over two meters tall and his nickname is the little giant 这里我们要注意 红颜色的词 nickname 我们一定要注意 这个nickname 中间 nickname是一个词 中间不要空格 再来 he was a professional basketball player in the Chinese basketball association then he was chosen by NBA and entered the Houston rocket the Houston rocket since his arrival in America the tour center has become a huge star I read from a magazine that Houston coach says Yao's impact on the league is as big as his size I like watching basketball matches of NBA especially when Yao is playing 我们看 第二个问题 其实回答的怎么样 很简单 虽然说的很多 但其实回答的都是 简明扼要的 那首先 我们看到 刚刚说了 在描述一个人性格的时候 不管他问你 他的性格 还是他是做什么的 我们刚刚给了一组词 是在描述什么的 外貌 两米高 nickname是什么 然后再来 what does he do 进入正题 professional basketball player he was a professional basketball player he was a professional basketball player in the Chinese basketball association 这里 从 从这里开始 一直到这里都是在讲故事的 他之前是干什么的 后来他怎么被选中了 然后呢 他到了美国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 到这里是在讲故事 讲完故事之后做了一个什么事情 我从杂志上读到了 这个教练说了一句什么 他说 his impact on the league is as big as his size 说 我们这里他在开始比较了 his impact on the league 以及his size 把这两个做了一个比较 那 is as big as his size 再往后我们考生又说什么 I like watching basketball matches of NBA especially when y'all is playing 我喜欢看他 我喜欢看NBA比赛 尤其是他在打球的时候 那么再往后我们到了最关键的两个问题 这里打信号 他有什么特别的吗 以及你为什么很钦佩他 那我们看 I think he's a different kind of player he has a great sense for the game and he's a great passer besides his excellent performance on the court Yao is also humorous which can be seen from his response to the media in addition he does a lot to charity work I admire him especially for this 那最后又怎么说 although Yao is not the first Chinese to play basketball in NBA he has already become the most visible and markable Chinese athlete in professional sports history I feel proud of him 好 所以从这里来看 这两个问题就怎样被巧妙的回答了呢 第一 你先说special 他怎么special 他不一样 这里 他不一样 他怎么不一样 从这里 一直到这里都是在说 他怎么不一样的 第一点 那第二点 从这里开始 又说他很humorous 为什么呢 从哪里可以看出来呢 which can be seen from his response to the media 从这里又开始 第三点 他还有很多charity work 那我们考官就喜欢这样子的 名人 不仅自己有名 很幽默 还喜欢做一些慈善事业 这也有一个although 尽管他怎么怎么样 尽管呢 他是在NBA打球的第一个 尽管他不是在NBA打球的第一个中国人 但是他已经become but he has already become the most visible and markable Chinese athlete 好 我们这样 最后补一句话 I feel proud of him 那么我们看 这个考生在part2的时候抽中了这个题 那在part3之后 我们看 我们考官都问了他哪些题 第一个题 what kind of people can become famous 我们前面第二个 卡片题呢 竟然已经抽到了 说这个 让你来讲一个名人 那我们part3 你觉得什么样的人可以成为名人呢 will 同样这里为什么要说will 又开始犹豫了 well right now people can be famous easily because of the 什么 publicity of the media a singer becomes famous all over the country in two or three months 举了一个例子 再往后 and those who know how to attract the attention of the public will also become famous but of course I reckon the real famous people are those who have extraordinary ability and accomplishment like some scientists and excellent leaders 所以我们看这整道题的结构是怎么样的呢 首先 第一句先概括 然后第二句开始又是那三个字 说什么 说细节 一个歌手可以怎样成为又成为名人 第一到这里 第一句的例子是歌手 第二是那些什么样的人呢 who know who know how to attract the attention of the public 他们这里 singer是一号 一号 这个人是这样可以出名 这里 二号 那些知道怎样吸引公众注意力的人也会出名 一直都在反复的在扣题 一号这个样子 二号这个样子 但是 but of course I reckon the real famous people 是什么样子的 这里 are those 什么样的 who have extraordinary ability and accomplishment 这里 我们说三号 三号是谁 三号是我们考生自己真正最钦佩的人 那简单的句了 一些例子 这个结构是这样的 下一集 what are the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s of being famous 那你既然说了 既然我们这个社会上肯定会有名人 那成为名人的一些优点 一些我们说优势和劣势都各是什么呢 我们考生说了什么 it's a difficult question I guess the best thing about being famous is the sense of superiority it means you will have some priorities and will be treated specially so your humanity will be satisfied on the other hand the famous people often have great expectation by the public which means they will lose much freedom and privacy 那我们说这里 第一句 it's a difficult question 是用来做什么的 并不是用来总述的 我们说 还是刚才那句话 很可能发生了一个什么状况 我们考生不知道怎样来答 it's a difficult question 是一个很难的一道题 那 这里 i guess 从这里开始是 在回答的 说我们我们通过分析这道题的这个考生回答的结构 我们得到一个什么 第一点 我们考生可能一点都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或者说 他头脑中的答案并不是他自己知道 并不是考官所期待的 所以第一步给自己争取一点时间来组织语言 第二步开始说 我猜best thing about being famous 是什么 到这里 说完了之后 做了一个什么事情 简单的解释了一下 前边是什么意思 再到这里 为什么要说on the other hand 另外一点 要说了什么 famous people often怎么样 but on the other hand 一定要化好 又说了 另一点 which means 又开始解释 所以说我们在这一点 通过分析整道题 我们考生做了一个什么事 第一争取时间 第二 开始说 给了考官一句话 第三 开始分析这句话 第四 给了考官on the other hand 另一句话 第五 开始分析这另一句话 我们看 what kind of responsibility do famous people have in society 我们看 我们看 I think famous people should shoulder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social morality 我们说 because of their fame their influence on society is considerate most young people tend to imitate their idols' behaviors these famous people should set some ok these famous people should set good models for their youth 那么我们看 这道题回答了有多少 只有简单的四行这样 但是回答的非常好 你觉得这些名人在社会上要有哪些责任呢 说 第一 回答了 shoulder the responsibility of social morality 重点词是那里 morality 回答了这个问题 回答这个问题 那我们说 再往后还是那三个字讲细节 为什么呢 because of 因为他们的知名度 他们的 对于社会的影响是怎么怎么样的 然后又说 很多年轻人会怎么怎么样呢 会去模仿 他的这些偶像的一些行为举止 所以说 他们为了对社会掀起责任 也要把自己的行为举止来调整好 那 should set good models for the youth 他们应当做一些很好的这个榜样 给这些年轻人 从开头 到这里 把这个问题回答的很好 最后一句话在干什么 总结 这个时候我们发现 我们考生回答问题的结构变了 第一句话 他说了什么 总数 再往后他又说了什么 细节 到最后他说了什么 一个简单的一个升华 说 就像刚才我们说那个 Martina那道题 最后说 I hope our friendship will last long forever 一个简单的升华 一个再次二度的一个概述 这里也是 他们应当做什么 再次做一个二度的概述 那我们再往后 What would you do if you were a famous person one day 如果你成名了你要做什么呢 Friendly speaking I never imagined I would be famous one day 这句话是做什么的 我们考生在说什么 有可能在说实话 有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刚才说的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考生不知道怎么样来解答这个问题 从来没有想过 这一句话给了考生 给了你们自己一个思考的时间 再往后从这里 真正的开始在答这个问题 If I were I would use my influence to do some charity work I think charity system in China is not well developed I hope there will be more famous people engaging in charity works 这里他说了一个什么 我们注意问题 What would you do if you were a famous person 注意他问题的结构 What would you do if you were 回答的时候也要注意 If I were I would do some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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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ngs 到这里 回答完毕 到这里把这个题就已经答得很好了 再往后又是什么 又开始说细节 其实这个细节同样是又怎样呢 又扣回去 为什么我要做charity work 因为我觉得 这个慈善的这个charity system 整个中国的这个 这些福利 这些慈善组织啊 整个的一个系统 并不是well developed 并没有发展的很好 所以我希望呢 同时到这里 还有一个什么 又卡住了 再往后又是什么 像刚才那道题一样 我们考生这道题 同样是转换了一个结构 答题的这个结构 到结尾 他再次像Martina那道题一样 又给了一个小的升华 说I hope there will be more famous people engaging in charity works 我希望这里会有更多的人 来做这个慈善事业 同样呢 这样回答也会给 我们考官留下一个很好的印象 那同样最后 描述名人 我们有这些词 大家一定要 把它们呢 都背下来 再说一个名人 或者说 再说一个你所熟悉的人 都可以用到这些词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二节课的内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